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借诸佛藏 正万所需 借从菩萨中自然流出 这是菩萨手中自然流出 菩萨众生 理药有情 中国古胜献献 宿舍的 道德人意里 这是水里 古大德告诉我们 上古三皇时代 以道知古 知天下了 道无为而无所不 无为而知 到无地的时候 道没有了 以德知天下 无地之后 三王 三王是下上州 德也衰了 于是会用忍 忍着爱人 那用爱的教育 那知天下 春秋五霸的时候 人衰了 人衰了 在用义 讲义气 到秦始皇 统一之后 秦始皇是用法 赢利的法律 十五年 亡过了 汉 去而代之 汉 不用法 用理 汉五帝 采取 董忠叔的建议 用孔蒙学书 以理 治天下 这个制度 一直延长到 清朝末 清王国之后 离没有了 古人讲了一句话 离舍 而后天下乱了 真的 天下大乱了 这些供养 是谁与理 佛菩萨的教我们 离 中儒家的离 在佛法 就是戒律 为一 那 六一戒 师父 如果把戒律丢掉了 就是古人家的 礼仕 而后天下大乱 那戒律丢了 佛们就乱了 这些乱了 佛就没有了 佛在这个世界 又名不识 深暗心之人 看到这种情形 社会的动乱 佛教的 这个 率摸 导致人民痛苦 救自己 救世人 怎么个救法 从三教的根本做起 就是 救世 救教 我们不能从根就起 那我们做的是什么 我们做的跟世界人一样 在毁灭宗教 在毁灭传统文化 在干这个 这是我们自己 一定要能够想到的 然后 自然有 相当高度的紧觉性 这个简介性就知道 摆在我们面前 只有两条路 一个是心 一个是我 传统文化 能复兴 佛陆教育 能复兴 你是走天堂路 传统文化 要灭了 佛陀教育 灭了 你是走的地狱路 没有选择了 就是两条 你走哪一条路 只要发心 不要想到 我有多大能力 我有多大智慧 别想这些 只要你尽心尽力去做 功德就圆满了 实在没有能力 古人讲的 心有余 而立不足 你有这个心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你的功德 也是圆满的 因为一句名号 居足大便满 聂佛功德 不可思议 你果然能够做到 都是六根经验相机 你就给世人 做了最好的保养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